《祢祢》 今天是这个礼仪年的结束 第3、十四周上年期 我们就是纪念基督普世的君王节 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个君王 其实我们真的要想想 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全相信主耶稣 我们跟从祂 如果我们真的完全相信祂跟从祂 就像今天第一篇《读经厄则刻意》所说 耶稣是一个牧者 祂会做什么呢 祂会亲自去寻找 照顾祂的羊群 失散的祂会找到 也让在黑暗日子里的人找到祂 祂会亲自目放我们 让我们血色 用了几个很特别的字眼 让我们知道耶稣祂怎样对我们 失落的祂要寻找 迷路的祂要领活 受伤的祂会包扎 病弱的祂要治愈 至于肥脏的祂会护手它 也说到到审判的日子 祂会将人分开 面酿和山药 就像今天在圣经福音里所说的 在末世的时候 耶稣说到祂将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然后这些绵羊会接受天父的降伏 永远在天主的皇国里头 相反这些山羊是一些该死的人 他们会在魔鬼和使者之中受这个永佛 究竟怎样分开呢 在这个比喻里言死了 祂说 你为那些最卑微的人 那些饿的你给他饰 那些渴的你给他饰 那些渴的你给他水喝 无家可归的你收留它 医不弊体的你给他衣服穿 有病的你照顾他 那些受监禁的你要探望他 究竟我们有没有跟从耶稣这一份指示 我们会关怀我们这些弱小的兄弟 如果我们有做过以上的 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右边 我们是这群绵羊 我们会享受永生 相反如果我们在生命里头 我们身边的人完全冷漠 看不到他们的需要 我们不照顾他们 那我们会成为这群左边的山羊 我们在永远的永佛之中 今天在第二篇读经也提醒我们 是耶稣战胜死亡 那我们要问 如果我们不听天主的说话 我们会死亡 如果我们跟从耶稣基督 我们永远的复活 我们要记得 这个礼二年的结束提醒我们人 我们要准备出现来临的末日 所以今天在这个礼二年结束 如果我们再次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真是对我身边的 这些弱小的有需要的兄弟姐妹 我们付出一些的爱生 我们为他们付上我们的一个服务 就好像我们服务我们的主一样 我也请大家再一次 最近都听过这段福音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胡子以神父的出品里头 她一生为一些弱小的人服务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让我们真的好像她一样 对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 也有一份的爱意 让我们成为天主的一份对这个世界的服务 我们是能够在永生里头 在天主的右边 我们属于这个绵羊的这一群